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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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想提供一个题目的 这个题目就是 印度神龙右中 如果打这些关键字在网上去搜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就说 这个印度神龙的预言是怎样 怎样准确 我为什么想讲这个题目呢 其实现在已经 那个热潮已经过了 不是很多人去 调他的东西 偶爾又有些预言 这样所谓 是因为去年我已经看到这些事 其实他红是2019年 但是去年我看到这些事的时候 我很诧异竟然有基督徒 都会觉得他的东西可能都是有点了道的 真的 我有点觉得要以正视听 那怎样去看他的东西是真还是不真 那我们讲一下他本身这个人 他是怎样出来的 那你其实打这些关键字 你很容易找到的 那其实这里说 这个印度神龙爆红全靠有钱父母 神秘家族背景曝光 鼻子一家是骗子 那又反击这样 那他其实很小过的那时候 那开始就预言了 他有用尖声术来到去预言的很多时候 是的 那为什么被人说他是骗子了 这个是已经大过了的 那个样子 那 那其实他最初是2019年呢 就预言了 就将有全球性的疾病大流行 他没有说到什么 那但是当2020年有新冠病毒出了来 那那些人就会觉得 哇 很准哦 那其实他没有说到是哪样东西的 也都这个世界时时都会有些疾病 是全球性大流行的 那当然你说你这样就是 你不相信他 那当然就这样看啦 那ok fine 那他这个所谓的预言 叫做就是应验了啦 就是这样发生啦 那但是其实呢 那些人为什么说他有问题呢 那不是我们说是印度传媒的 但是呢 你看到他那些人呢 就会研究一下 究竟他怎么走出来啦 那他原来 就是那个背景是怎样呢 那他就 那他爸爸是IT工程师 那又到处生活过 那而这个 小孩呢 阿南德呢 就很厉害的说话 表达得很好 那所以其实呢 我会觉得呢 他根本本身这个小孩呢 就是很聪明 那当然啦 也都有家人帮忙啦 那他爸爸 不看他了 那其实呢 那些人就说啦 他其实13岁那时候 父母协助他呢 就开始在YouTube上传一些片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就是到2020年呢 当他开始 有人去知道他的存在 还有觉得他 就是 哇 很有点了道啊 那这样就 又收到他说 哇 这个人拿了 GCPA神童奖啊 那这样 那其实 这个 所谓神童奖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民间团体 那这样 其实就 一句说完 就是父母呢 给钱呢 搞宣传和广告 因为YouTube啊 那些都是卖广告的嘛 那我自己呢 就觉得呢 就是 那没可能有费的 那如果他 就是有料的 那他 爸爸妈妈 去买广告去推动 这样 使他红一点 那没问题的 有钱而已嘛 没问题啦 那 但是 你发觉很多人 比如说 西班牙天文学家 就为他的预言 作出呢 很多的评论 就是偶然猜中一些 那我自己 去年 今年就 我刚才看 我就随便看回 几个中文网站 但是之前呢 我看过一些英文网站 看过一些 就是YouTube呢 其实 有些人 真是很仔细呢 去看回他预言的什么 哪些 应验不应验呢 就 就是说的 让人很清楚 很多都不应验的 她自己 就是 她爸爸 或者就是有人研究 就是说 他准确到 80% 但是 有很多 不应验 ec 其实都 那怎么呢 那当然啦 就是这里讲 要澄清的 一些事实 那 他其实赚了 很多钱的 ok 那 看到他事小的背景 那我们 看看他的所謂的預言是甚麼質素 這個是最新的了,2023年,不要看這麼多的份 你自己解釋一下,就是3月29號的 就是一個多月前而已 他就說,印度神童預言有中 台灣、日本、美國、中國嚇到,小心十件事 我覺得這些報導是很搞笑的 怎麼中呢?你看他這一段 如果你覺得那些照片有厭惡性,你不要看 印度神童預言再成真,日本發生規模6.1地震 地緣政治緊繃程度升高 接著又說蔡英文總統出訪,甚麼甚麼 你以為,你看這些報導以為他真的講得這麼仔細 當然不是啦 那他原來呢,再出一個,其實現在沒有那麼紅的 但是他就出了一條片,就有三樣東西 他就說呢,第一,3月14號呢 木星土星家會,他用尖星術來講 那他就說呢,今年的10月到11月 將會發生重大的自然災害 那他原因呢,就有這些這樣的東西 我都不懂得解釋啦,他專科啦 那跟著第二呢,就2024年4月前呢 就有地震洪水火山爆發 3月之間到11月左右呢 3月之間到11月左右,很長喔 就這個特定時間內發生事情的強度呢 會隨著接近強度越來越大喔 那你發覺呢,大包圍啊 是吧,講到這麼含糊的東西 什麼叫做重大自然災害,什麼都有的啦 那所以呢,那第三最搞笑的 他這個不是語言來的,保護時期開放心態 他時期都有一些所謂勸勢良言這樣 這裡就說,開放心態,探索物質自然不同面 就是要珍惜地球這樣 那麼,他這個講的10個危機呢 就真的,真是很general 不過他很聰明,改變危機,生存危機 新東西來的,AI危機 就是最近流行AI,他就說AI危機 OK,那麼,歷史危機,氣候危機,糧食危機 他之前都講這些東西的啦 地球危機,排碳危機 那麼他有一輪就講電力危機,什麼便康危機 那麼最後那個業力危機呢 就是這個業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一個講法 那麼我又不是很懂得去解釋這個字 大概我知道,但是不是很想很清楚地這樣說 但是呢,他大概是講到 其實是前世和今世的關係 或者是所謂異業嘛,是不是? 就是我們有心靈上面的一個問題這樣 那所以呢,他又說要心中有神啊,是不是? 那麼他又解釋很多東西呢 都是用那些占星學啦 那麼其實呢,如果你當他是一個勸勢良言這樣呢 那麼就沒事的,就是有一個人這樣勸勸勢這樣 但是如果你當他是一個很堅實的一種的語言呢 我就覺得就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這一篇呢,就是2020年的了,其實已經是 已經有人去講呢,他那個問題在哪裡了 那麼雖然他這一篇就說呢,神准啊,尿疫情 原來有些是,就是不中啦,簡單來說 不是印度神童又中啦,是印度神童不中啦 那麼他就去... 那麼,預言呢,2020年嘛,是有世大大戰嘛 但是其實沒有啊,世三次世界大戰沒有啊 那麼你不可以輸打贏要的喔,你預言這些,是不是? 那你不就是猜?是不是? 那麼我就會覺得他是聰明啦,就是他很聰明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他家人幫他啦 但是我都覺得他很聰明,就是他有個見識 他又有互聯網,又去消化一些東西 接著他又用尖聲術的一個講法和包裝呢 去表達一些這樣的語言 有些可能都是猜中的,就是他見到一個trend 就是這樣,那麼他就加這些東西下去 去加強他的那個講法 那麼那些人覺得他很好,但是當他講到一些時間性 是不是?那麼就出事了,是不是? 那麼所以呢,如果你說聖經的標準 就是什麼叫做預言呢?什麼叫先知呢? 那麼其實聖經的標準很高的 就是我用基督徒的立場來看 那麼如果你說不同的基督徒的立場來看 你發覺他有東西不准嘛 其實就是猜猜一下,都有准又不准這樣 那麼有准又不准就是... 如果你相信他就很危險啊,對不對? 但是如果基督徒的立場更加就不可信這些東西的嘛 就好像一開始這樣說 有些基督徒竟然覺得可能有些了道 這個就很大的問題了 因為聖經生命記那裡說呢 先知呢,如果他是不准的呢 就是假先知 那麼我們還相信?是不是? 你當他花生這樣看就算了 真是,如果你相信他就相信他一成就相目失明了 真的,是不是? 因為最大的問題是那些,好像很準 甚至有時候我們看呢 就是一些靈界的一些個案 他那些所謂的靈在你裡面 他可能講到一些語言都不頂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又好像中有些又不中 那你就死吧 第一就是,他究竟那個靈的出處是什麼呢? 就是他有時候為什麼會中有時候為什麼不中呢? 是不是? 那還有我最大的質疑就是 我們在基督教信仰 我們不是要拜這種生活的 我們就是尋找了神的旨意 但是我們怎麼走 我們走下去有時候我們都是有選擇性 不會告訴你將來怎麼死的 那就是,你會看到聖經有些個案呢? 有人耶穌預言他 比如那個士徒比特 將來就是被帶到一個地方 但是他都不是完全清楚了 他究竟那個人生是怎麼走的 很仔細的,不知道的 是不是? 那其實我們體會到呢 就是我們是很想知道將來是怎麼樣的 但是聖經講的那些語言呢 其實都是一個大方向 你又不要混合那些神道神童那些 就是他估了那個時間 他估了,就是講了一大堆東西 那樣樣都大包圍這樣 含糊其詞 那其實這些都是很多所謂的 尖聲家或者語言家 他寫一些詩啊 你怎麼去解說 就是有很多含糊的位置 你是很多想像的空間 或者你可以怎麼解說 就整件事不同了 是吧? 就是我們看到每年都會有很多人出的那些 所謂什麼星上運程啊 那些這樣啦 那你自己 如果你相信 那我就只能夠說 你小心點啦 因為整個我們的信仰呢 就不是建基在這些裡面的 我們是很踏實的 就是真的看一下聖經教我們怎麼去 做一個好的基督徒 一個的門徒 也都是當中有時候我們的選擇 是會影響了我們的命運的 但是你說不是神定了嗎? 裡面這個很複雜啦 有一個很吊詭的一個位置在那裡 似乎我們又不是知道我們前面怎麼走 就是神知道不是我們知道嘛 是吧? 但是當我們跟神帶我們的時候 在一個可能是見步行步 或者我們有信心走上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人生怎麼做嘛 所以我都是很反對一些 譬如說基督教的某些教派 他們就很... 經常都要很推動 有個先知的話語 有時候會預言人 一些其他人的裡面 心裡面的東西 或者是他應該怎麼走 我覺得除非他真是神特別啟示他 但是他知道這件事是否能幫到他呢? 而且是否這麼準確呢? 如果不是這麼準確其實假才知道的 但是他很多時候知道這件事 前面怎麼走 或者他可能有些東西好像很準確呢? 那使他是不是對神有信心了? 還是對於那個所謂的講語言 那個先知有信心了呢? 那你就相信了一個人了 那我自己作為現在現代的一個先知 我們都是屬於 其實先知是一個偶像說 就是說我們是預早去告訴你神的心意 譬如你犯罪 你繼續這樣你就會有什麼結果 世界這個局勢很仔細我們未必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整個趨向呢? 就是天路歷程的將亡城 就是一定會完結的了 聖經講的語言很大部分 就是根本就是如果跟神 和人的救恩的關係是沒有關係的 他根本就不需要去做這些語言 是吧? 在那些語言裡面 是在當時有些國家 你要記住 就是他們在古代的時間 就是不像現代那樣的 資訊那麼多 就是我相信那時候神 透過很多不同的先知 要預言一些東西 去提一些國家或者以色列人等等 是那時候有個需要在那裡 但是你說趨向將來世界是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去生活 就是其實聖經已經有一個指引在那裡 將來世界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世界都會滅亡 我們要翻天赴道 將來我們會復活 這些所有的都是語言來的 是吧? 但是我們不是靠這些 繼續要搞到很仔細的 將來耶穌回來幾時幾日 講明不知道的時間 就是有個空間的 就是因為神似乎是做事 有祂那個很奧妙的方式 不是說幾時幾日 一幾時幾日 就是沒有了那個彈性都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說祂是願意人人得救的 是吧?願意人人都悔改的 就是其實似乎神是給很多機會 人是去悔改的 最終神才知道什麼時候會世界末日 所以我說這麼多 補充一點點這件事 就是關於聖經講的語言 或者我們個人 是不是需要在語言的狀態來生活 我覺得是不需要一種很仔細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作為一個基督徒 甚至我鼓勵一些可能你是尋找信仰的 就是不要因為這件事去信一件事 就算說聖經你說語言那些 有時候那個解釋 或者本身那個文學的問題 都有很多困難在那裡的 就是如果你說聖經語言有中 那你要看清楚究竟是聖經講什麼語言 怎樣中法的 都不是有時候好像那些書那樣去講的 就是我這樣講 希望大家不會誤會 我不信聖經 而是很多時候是那個解釋的問題 有些人講到聖經語言很準 其實他是解錯了 就是等於我尤其是初訊的時候很流行 很多傳導人都說聖經語言怎樣怎樣怎樣 啟示錄怎樣怎樣解釋 但其實他將一些文學的體材 或者聖經表達的方法 或者他本身那個內容那個針對那個目的 他扭曲了 把那些時間把那些東西寫到每一分每一秒這樣計出來 其實他是解錯了經 我自己覺得 是吧 最坦的就是使得很多人會明白 錯誤了聖經 是吧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拒絕這些事情 反而這個世代很多所謂的預言 你看到可能都是彼此矛盾 很多怪力亂神 神棍的東西走出來 那我就覺得我們不應該走這個方向 那我下次再跟大家聊第二個題目 那這個跑轉引玉 大家有興趣又可以繼續去談這個問題 你留言告訴我 我這次不是要講一個很全面的解說 但是是我一些小小的看法 如果你說很仔細去講引渡神童 那些等有些人有空才做 我就沒有空跟大家很仔細去講 那些問題已經是很清晰的 好 那下次再見 拜拜